为什么孟子对莫迪和杨朱都很讨厌呢 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都威胁了小共同体本位 按照孟子的说法 本来这些权利应该是归小共同体的 或者说是归父母的 或者说是归家的 结果一个人说那就该归我 另外一个人说那是归归天下 所以莫迪都孟子都认为是很糟糕 可是尽管孟子做了这个批判 但是后来的发展其实出乎他的预料 后来得势的既不是莫迪也不是杨朱 相反杨朱莫迪这两知学问当初好像是显学 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末 好像如果按照孟子的说法 那个时候好像天下就只有莫迪和杨朱这两派了 大家都是其中之一 可是很有意思 到了后来这两家不仅消失 不仅衰落了 而且几乎可以说是消失了 是吧 这个杨朱的著作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 根本就没有 是吧 莫迪呢 我们现在有一本莫经 可是这个莫经啊 说实在的和我们一般理解的莫迪的思想一点没有关系 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莫经 基本上讲的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是吧 所以有人把它归为科技史的著作 是吧 而且里头还有一些讲怎么推断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莫辩逻辑 是吧 他有一些关于逻辑的知识 但是他关于社会的观点 关于那个诸子北家中的那些争论 是吧 关于他的政治社会 这些立场 完全看不到 是吧 所谓的摩顶放纵立天下而为之 这些话也不见于现在的莫经 是吧 也就是说莫子的这些思想 实际上也已经阴末了 但是虽然这两知阴末了 可是对小共同体的破坏 从这两个方面的破坏 是吧 从内部鼓吹六情不认 从外部鼓吹国家的强制 是吧 这两种东西 不但没有随着杨末两家的消除而消除 反而是吧 搞得越来越厉害 最终就瓦解了周治 是吧 使得这个社会走向了秦治 那么为这一套做论证的就是法家 法家其实是阳末这两家的一个结合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它是鼓吹六情不认的 可是鼓吹六情不认 是吧 它不是基于尊重你每一个人的权利 是吧 鼓吹六情不认 实际上是想瓦解小共同体 以便于皇上的集权 是吧 那么同时它又是鼓吹天下的 是吧 为了天下它可以剥夺你的一切 可是它讲的这个天下又不是孟子讲的 是吧 弱者的或者说是老百姓的天下 它讲的天下是什么天下 就是皇上的天下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为天下剥夺你 实际上在法家看来就是为皇上剥夺你 是吧 因此啊 这个后来我们看到的既不是杨株也不是墨迪 但是周智的确是 的确是没落了 是吧 那么没落了以后出现的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是法家 那么法家我前面讲过 它的那个先驱就是什么管子 资产 这里我要讲啊 管子这部著作啊 很多人说是代表了法家的思想的 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直接批评孟子的 是吧 就是孟子那句话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则天下平 是吧 然后管子就骂了一句 说这样怎么行呢 亲亲则别 爱事则显 民众以别显为物则明乱 是吧 就是说不能够各亲其亲 各长其长 是吧 可是管子这本书的作者 是有争议的 是吧 一般人们一般大家现在都不认为是春秋的那个管仲写的 是吧 因为这个管子这本书提到的很多人很多事都是后来的 是吧 管仲不可能写这本书 有的人说他成熟于战国 有的人甚至说他成熟于西汉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部带有法家倾向的书 是吧 那么到了以后有所谓的商鞅 有所谓的申不害 圣道等等 然后到了战国晚年 是吧 出了一件事 就是由于法家的势力越来越大 导致儒家产生了分化 是吧 就叫做儒分为八 是吧 其中这个儒家分成八派 其中这个八派中啊 有一支是仍然坚持 维护周治强烈反对秦治的 那就是孟子这一派 是吧 通常叫做师孟学派 是吧 鼓吹什么 民为贵 设计赤子 君为亲 是吧 鼓吹民本 反对 那个那个 那个 军权 是吧 那么还有一支相反的 就是寻子 是吧 那么寻子这个人呢 现在是有争议的 有人说他是儒家 有人说他是法家 是吧 其实照我看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办儒办法 是吧 他是代表着 当时法家的大势所趋 是吧 然后儒家 看样子这个周治也 维护不住了 是吧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 实时务的维俊杰 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立场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但是他们虽然调整了自己的立场 还是有带有一点儒家的色彩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一个典型就是寻子 是吧 寻子本身是办法办儒的 但是他的两个学最有名的学生 都是很极端的法家 是吧 一个是秦始皇的宰相李施 是吧 一个是秦始皇最器重的理论家 韩非 那么这两个人 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法家了 是吧 但是这两个人的老师是寻子 寻子很多人又认为 是在有 是儒家这条线上的 所以现在也有些人说 其实儒法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吧 儒法本来是一家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吧 因为 因为 假如你说 寻子是韩非理事的老师 是吧 其实 寻子本身 他就已经不是 纯粹的儒家了 而且 而且儒家的根源 儒家的 那个 开创者 也不是寻子 是吧 寻子只不过就是 词诗物者 为俊杰 是吧 向法家 靠拢了而已 是吧 那比寻子 更 比寻子更早的 纯粹的法家 那还有好多 是吧 包括商鞅啊 这些人都是 是吧 所以法家是他有 他的单独的源流的 那么我们现在 不管他的源流吧 我们只想讲 法家是做什么 法家是 是吧 法家是 他的主张是什么呢 这里我要讲 我刚才给大家 讲了很多 关于儒家的 主张 只要把这些 主张颠倒过来 几乎就是 法家的主张 是吧 所以 儒法之间的 距离非常之大 我觉得这是 一点问题 都没有的 是吧 比如说 儒家基于 小共同体 本位的 一种条件 是吧 他是主张 性善论的 是吧 既然我们 大家都生活在 一个亲人 社会里 是吧 那么我们都是 互相为 我们都是 会考虑别人的 不是利己的 是利他的 是吧 那个 所谓的 母爱是无私的 是吧 所谓的 虎毒不食指 但是 韩非就 截然相反 韩非说 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 就是 互相算计的 是吧 性恶论 是吧 韩非不但是 性恶论者 而且我认为 韩非是我 所看到的 古今中外的 思想资料中 最极端的 性恶论者 是吧 比所谓的 西方的 性恶论 那可是 极端的 多了 是吧 我们现在知道 西方的 性恶论 最经典的 一句话 就是霍布斯的 那句话 是吧 霍布斯说 人类一早期 就是个 丛林社会 是吧 弱肉强食 是吧 人对于 人是狼 是吧 这是 霍布斯的 一句名言 他认为人 人与人之间 就是互相算计的 是吧 可是 霍布斯这句话 其实在西方 是有人反驳的 是吧 比如说 洛克 他就是 基本上被认为 是性善论者 他是反驳 那个霍布斯的 是吧 我们且不说这个 我们就说霍布斯 霍布斯 人对于人 是狼 这个说法 很极端 是吧 的确是性恶论 可是有两点 那就是 第一霍布斯 讲的人 对于人 是狼 基本上 讲的是 陌生人 是吧 就是 普通的两个人 没有关系的两个人 那他们肯定是 各自都是 自利的 是吧 霍布斯 就没有 把这个 人对于人 是狼 延伸到 熟人社会 亲人社会 甚至至亲骨肉 之中 是吧 在霍布斯的著作中 曾经有人 提过这个问题 你说人 是 人对于人 是狼 那父母 对孩子 是不是狼呢 是吧 那个霍布斯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 是很纠结的 是吧 他曾经前后有过 不一样的回答 是吧 一开始他说 他说好像父母 应该也是为自己考虑的 因为他养儿 是为了 讲大 给他 讲的简单点 就是养儿防老 是吧 所以他说 这个父母还是 其实还是自私的 是吧 但是后来又有人说 那有些 比如说 那个残疾的孩子 什么什么 父母也仍然是很爱他 是吧 那又怎么解释呢 后来他 其实这个霍布斯 他最后还是承认 是吧 这个亲人之间的爱 有些是不那么功利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不能说只是为了自己的 可是 韩非就不是这样 是吧 韩非是我看到的 唯一的一个 把这个 这个人对于人 是狼 这个逻辑 延伸到 至亲骨肉之中 而且他认为 是没有例外的 是吧 那么他曾经讲过 是吧 他说这个 夫以妻之近 及子之亲 而由不可信 则其余无可信 则矣 是吧 他说老婆孩子 都是不可信的 都要算尽你 是吧 他说 父子自亲也 而或桥或愿者 皆邪自为心也 是吧 说这个父子 大家都认为是最亲的了吧 说是 但是实际上父子 都是勾心斗甲的 是吧 都是各想各的 那是肯定是 不会真正的 一心的 是吧 那么他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还讲了很多例子 举了很多故事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我们中国文化 有一个特点 很有意思 就古代的那些 朱子北家 他们为了说服别人 他们说实在的 都不是很枯燥的 那个板着脸讯人 他们经常都是 讲很多故事 是吧 所以那个子书啊 朱子北家的书中啊 有的时候读起来 蛮生动的 是吧 一个故事套着了 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套着了 一个故事 其实都是要证明 他讲的那个道理 那么韩非 大家知道 韩非的这个学问 是为谁做的呢 就是为皇帝做的 是吧 韩非子这本书 本来他就不想 给老百姓看 是吧 他就是想给 那个皇上看 让皇上 那个器重他 是吧 所以他讲的那些 都是为皇上想的 是吧 他就讲 他里头有一段话提到 他说啊 比如说你这个皇上 你有很多妃子 是吧 然后你就 你有很多老婆 然后你就特别 其中 特别爱其中的 一个老婆 你给了他很多东西 是吧 把他扶植到一个 很高的位置上 是吧 然后 这个这个 让他的孩子 当了太子 说这个 你最爱的这个老婆 是不是就会爱你呢 是吧 韩非的回答说 不是的 往往最希望你 快点死掉的 就是这个老婆 是吧 为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韩非很有意思 他说啊 这个这个女人 到了三十岁 就不漂亮了 男人到了五十岁 还有性欲 是吧 因此如果你不早点死 你就会看上别的 这个女人 是吧 那他已经得到的一切 就可能会失去 是吧 所以他的 他的打算就是 是吧 趁你现在宠爱他 他所想希望得到的一切 都得到了 然后你就赶快死 是吧 如果你不死 那么他就会觉得有威胁 最希望你找死的 就是你最爱的 这个老婆 是吧 然后他说 儿子也是这样 是吧 他说你有一大堆儿子 那么你 最爱其中的一个 是吧 那你就立他为太子 是吧 那这个人就会因为 你爱他 他就爱你吗 所以如果你这样想 就错了 是吧 最希望你找死的 也是他 是吧 因为 又也是这种逻辑 是吧 就是说如果你 那个 如果你不早点死 很可能你的 就会改变心意 是吧 就会立了别的 是吧 那现在既然你立了他 是吧 趁你 趁你还没改变主意之前 你赶快死掉 是吧 所以 所以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老婆孩子 包括你最爱的老婆 和最爱的孩子 是吧 这个不仅自亲骨肉之间 是互相算计的 而且自亲中的自亲 是吧 也就是说 所有的老婆中 你最宠的一个 所有的孩子中 你最宠的一个 还是对你不怀好意的 他把这个 新恶论讲得那么透 是吧 说实在的 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人 这么讲的 是吧 然后他说 他说连这些骨肉之情 都是靠不住的 其他人能靠得住吗 所以他说 你不要相信其他人 说他怎么忠于你 他怎么爱你 是吧 他怎么 对你有多深的感情 这传是胡说 感情再深能比得上老婆孩子吗 老婆孩子都要算计你 你还能相信谁呢 是吧 他说 其实很简单 那些大臣愿意为你卖命 那就是为了得到高官后路 是吧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长工 很卖力地给主人干活 是吧 这是爱主人吗 不是的 那是因为他干得多 他的收入就会高 他其实是为了自己 是吧 我觉得韩非 至少他讲的一件事 就是他认为 这个你的大臣 能够为你卖命 其实不是为了你好 就是为了高官后路 是吧 讲得简单一点 他是受你雇的 是吧 他从你那里 他为你效劳 就是为了得到回报 是吧 这个不是为了别的 那么为什么 他不违背你的意志呢 是吧 这个韩非说啊 这个他不违背你的意志 也不是他不想违背 是吧 他和你又没有骨肉之心 骨肉之情 他有什么理由 为你着想啊 他不愿违背你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他怕你杀他的头 是吧 那个那个 还有第二个 就是他没有党羽 是吧 所以他说啊 一个君主 如果能够要治理好 其实你就掌握两条 一条是重赏 一条是重罚 是吧 这些人为你干活 都是图赏 是吧 所以不管他爱不爱你 你只要重赏 重赏之下就必有勇夫 是吧 那么这些人不敢背叛你 都是怕罚 是吧 所以你也不用管他爱不爱你 是吧 你只要言行俊法 大家就不敢违背你的意志 是吧 所以他说什么道德 什么什么传是假的 是吧 只有赏罚是真的 是吧 只要赏罚分明 是吧 我的这个政治 我的这个 就可以维护下去 而且他说啊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无例外的 是吧 自清骨肉 也是一样 是吧 所以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啊 他说法家听起来好像也很美 因为他是主张法不阿贵 是吧 就是对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是吧 就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看待 这里我要讲 法家的确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看待 但是所谓的对所有的人都同样看待 并不是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权利 是吧 都是用于同样的正义标准 是吧 法家为什么把所有的人都同样看待呢 那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你的敌人 是吧 连自清骨肉在内 是吧 你对谁都不要心软 是吧 你对谁都不要抱着一种 是吧 好像他是我的那个亲戚啊 是吧 他就好像对我就有一种那种爱戴啊 是吧 你不要讲这些东西 是吧 你要相信一点 你要把所有的人都看作 是吧 如果他们为你 如果他们为你办事 那就是要赏的 是吧 那就是土赏的 如果他们啊 你想让他们不违背你 那就是要用杀头来威胁 是吧 所以他说啊 在你的意志面前 他们是平等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法家的人人平等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法家杀宰相和杀一个乞丐 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没有什么你特别尊贵 我就要给你面子这个说法 但是 这个平等 严格的说 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是在皇帝的意志面前人人平等 讲的简单一点 法家的意思是说 皇上要杀谁就可以杀谁 是吧 不管是 是吧 什么老婆孩子 是吧 什么宰相 是吧 什么贵族 是吧 我要赏谁 就赏谁 要罚谁 就罚谁 要宰了谁 就宰了谁 要提拔谁 就提拔谁 是吧 只要我高兴 我可以把一个乞丐 提拔为宰相 是吧 那么只要我一不高兴 我就可以把一个宰相 传家都杀光 是吧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他不承认有什么贵贱之分 是吧 可是 这是不是就表明 这个法家很重视正义呢 是吧 不是的 所以啊 到了汉代啊 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大家知道 秦朝的这个制度啊 到了汉代 还是延续的 是吧 而且现在有人专门考证了 汉代虽然是 好像是独尊儒书 但是汉代的法律体系 一直是秦代的法律体系 一直原用的 是吧 到了三国的时候 中国的法律体系 才发生了变化 是吧 成群 刘少 修律 是吧 实行所谓的 法律的儒家化 是吧 那么在 在这之前呢 两汉的法律 仍然是 法家的法律 是吧 那么当时 汉代的大臣呢 如果按照 汉代的那些官员呢 如果按照 司马迁的说法 有两种官员 一种官员叫 循例 是吧 什么叫循例呢 就是这些人比较 循规导具 是吧 比较 做事有自己的分寸 是吧 他们都是相信儒家的 是吧 他们有经常考虑道德的 那个那个约束 是吧 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严 他们也经常对老百姓 进行教化 是吧 都希望把大家给搞成善良的 是吧 重教化 不重刑罚 这就是 群立 是吧 据说群立 主要是受到儒家的影响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官员 叫做酷例 是吧 这个酷例是什么意思呢 酷例是根本不讲教化的 是吧 酷例认为人 是吧 人就是自私的 是吧 没有什么可教化的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赏罚 是吧 那么酷例就是特别强调 言行俊法 是吧 而且很多酷例本身 就是汉代法律的编撰者 是吧 如果用一句 现在的说法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 法学家 是吧 汉代的很多法律 就是他们编写的 是吧 可是后来有人就发现一个现象 说这些酷例啊 恰恰是 是吧 真的要用到法律的时候 恰恰是他们非常喜欢 所谓的五文弄法 什么叫做五文弄法呢 就是对法律进行任意的解释 这个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 但是他们往往是吧 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 什么自由裁量权呢 其实就是看上面的颜色 是吧 比如说 这个人明明没有罪的 但是上面认为要杀掉 那你就罗子罪名 把他给杀了 是吧 哪怕他无辜的也要杀 是吧 那么上面认为这个人是 应该放的 哪怕这个人明明是犯了很大的罪 是吧 但是他上面喜欢这个人 是吧 要留这个人 是吧 那不管怎么样 是吧 你也就取法 就是 是吧 就就就也要放 是吧 用当时的说法叫做 不循三次法 专以人主义指为誉 是吧 就是说实际上 他根本就不按照法律的条文 而是按照什么呢 而是按照上师的 颜色 是吧 上师喜欢的人 那么他犯了罪 我也要把他弄成没罪的 上师反感的人 哪怕他没罪 我也要 把他给整死 是吧 所爱者老法活之 所证者 取法灭之 为了迎合人主 什么老法 取法 玩法 汪法的事情 都可以干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酷吏 酷吏是不讲道德的 但是他是不是就讲法治呢 是吧 好像也不怎么讲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平等呢 他的确也很平等 所谓的平等 就是在上头的意志面前 人人平等 是吧 也就是说上面要杀谁 就杀谁 他没有区别对待 在这一点上 他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的 是吧 也就是说 只要皇上想杀你 不管你是我的爹 我的妈 什么什么都可以杀 是吧 只要皇上 想保你 是吧 哪怕你就是个流氓 我也可以保 是吧 在这一点上 的确是人人平等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不是在正义面前 人人平等 是吧 不是在公民基本权力 面前人人平等 这只是在皇帝的意志面前 人人平等 为什么人人平等 原因就是我讲的 皇上不相信任何人 是吧 不相信 包括老婆孩子 是吧 他认为任何人都可能 那个那个危害他 是吧 因此对任何人 都不能心持手软 那么这些学者啊 他们认为啊 实际上你从历史上看 恰恰是所谓的巡历 是吧 就是受儒家影响的那些人 他们平时宗教化 是吧 他们平时相信道德的力量 是吧 他们自己也比较言于律己 但是如果真正的要 涉及到刑事案件 倒是他们 比较遵守法律的规定 是吧 就是法律该杀的就杀 法律该放的就放 是吧 不能够让上级的 不看上级的眼色办事 是吧 就是按照法律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是吧 如果从法治的角度讲 他们要维护法律的权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是吧 他们有道德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荀子有一句话 当然荀子后来是 违背了这个话的 叫做 从道不从君 是吧 也就是说 在那个道德道统 是吧 和皇帝的意志 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要服从道统 我不能服从皇上 是吧 所以导师这些人 这些人是主张 德制的 但是这些人 其实并不妨碍 法治 是吧 而反而是法家 是吧 他们不讲道德的 他们不讲德制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自己也并不那么真正的忠于法律 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是吧 其实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上头的意志 是吧 或者说是皇上的意志 是吧 当时就有人指责他们 无是三尺之法 那个古代的 没有纸 那个文字都是写在组简上的 古代的组简专门有一种固定的规格 就是法律的组简 必须是长三尺的 是吧 然后那个五经 就是四十五经的五经 必须用多大的尺寸 是吧 然后那个解经的 那些一般的著作 必须用多大的纸巾 那个长度 是吧 当时的法律都是用三尺长的组简写的 所以叫三尺之法 是吧 那么有人说他们无是三尺之法 是吧 这个张汤 是吧 这些库吏公然就说 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住是为律 后主所书是为令 当时为是和谷之法 是吧 他说你说让我们按法律办事 法律是怎么来的呀 法律不就是皇上的意志吗 是吧 按皇上的意志办 那就是法律 是吧 皇上的意志是经常变的 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就按现在的皇上怎么说的 是吧 那个以前他说过的 他现在变了 那就变了 是吧 皇上说这个人 他以前说这个人不该杀 现在他说该杀 那就杀了 先帝喜欢这个人 是吧 但是经上讨厌这个人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按照经上的 是吧 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皇帝的意志 我们也看最近的 是吧 那个以前的都可以不管 那么三尺之法 当然就更无所谓了 我们在皇帝的意志面前 人人平等 那就行了 是吧 所以啊 呃 这里我要讲 我们以前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们老讲 呃 中国的问题是所谓的德制与法制的毛病 呃 呃 的对立 是吧 这个我们现在要推行法制 就要呃 呃 那个排斥德制 是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吧 从我刚才讲的故事看 是吧 其实啊 呃 中国古代真的导致 那个呃 银食 呃 舞弊 是吧 真的导致 汪法的 是吧 其实不是什么道德 是吧 不是因为人们过于重视道德 所以就不严格按法律的办事 是吧 恰恰不严格按法律办事 都是因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 是吧 而这个群力反而是啊 不是这样的